国民党美西植一分布 旧金山台湾联会与中华民国副联会旧金山分会 共同举办母亲节爱心妈妈表扬大会 今年一共有300多人参加 而12位接受表扬的爱心妈妈当中 年纪最长的就是高龄94岁的张周婉玉 而现场家庭同欢的场面相当温馨感人 为了庆祝母亲节 国民党美西植一分布 旧金山台湾联会与中华民国副联会旧金山分会 在南湾桥教中心举办一场盛大的母亲节爱心妈妈表扬大会 一共有12位爱心妈妈接受表扬 其中最年长的张周婉玉已经高龄94岁 当所有的爱心妈妈坐在台上 大家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到慈爱感受到温暖 此时台下的家人同感光荣 内心也充满感动 而驻旧金山办事处处长苏正刚 也亲自颁发表扬状给12位爱心妈妈 表扬他们无私奉献的母爱心神 我在这边呢只有一点点感想 我希望至少在场的 所有人的儿子的 所有人先生的 我们大家一起向在场的妈妈们 在场的Better Hat 这个太太人们表达敬意好不好 他们辛苦的付出 努力 坚持 他们的爱心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今天他们的得奖 实在是实至名归 当年与会贵宾还包括国民党主发会 海外部副主任中维军 金山湾区桥桥中心主任吴玉华等 旧金山台湾联谊会会长王伟表示 举办爱心妈妈表扬大会的目的 是为了发扬孝道 也希望下一代效法 传承中华文化的传统价值 在这里呢 我主要第一个呢 要代表台联会 感谢各位的光临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在前前后后的工作人员 辛苦的付出一大保存出来了 也谢谢我们 国联会的徐行顾问 吹启田吹大姐 常委们 委员们 你们对今天的活动 无限的付出 付出的支持 非常感谢你们 当然 每一位在座的爱心妈妈 都是非常觉得我们敬佩 而去学习的凯模 王伟会长接着与和国民党 美西职一分部常委 审会 复联会 旧金山分会 总干事怡荣 共切蛋糕 最后包括 康赫起因中心赛来 夏威夷舞 美国加州排舞协会的 舞出快乐人声 华人特殊儿童之友 Dream Achievers乐团的演奏 以及南湾歌友会等四个团体 陆续表演娱性节目 让现场妈妈们 享受一个温馨时光 台湾律师 黄本出 美国圣河西 台湾某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内幕志愿者 杜民 一班